韩仲做家务的男人们2的最新一集 由于银鹤家人的荣人住家需要贴壁纸 全家人需要暂时搬到外面居住 于是银鹤便突发奇想的 让全家人住进他在首尔的宿舍 由于Super Junior的宿舍 现在谨慎归贤和银鹤在住 银鹤便开玩笑表示 因为自己曾经搬出去过 所以归贤才是宿舍真正的主人 为此他们还特别打给归贤 询问对方能不能使用客厅 妈妈也趁机开玩笑帮银鹤讨公道 直说归贤的东西特别多 问对方是不是差别对待 瞬间让归贤委屈不已 更一口答应让出所有空间的使用权 当中甚至还包过了他的床 不过更搞笑的是银鹤让家人留在宿舍 自己却出门跑行程去了 结果让趁着工作空档 跑到宿舍吃饭休息的东海惊慌不已 接着更稀里糊涂的独自面对银鹤的家人 东海先是客气的把自己的午餐分给家人吃 没想到银鹤爸爸却误以为他在减肥 直接把他的牛排吃了一大半 吃饱后爸爸就开始和东海话说当年 独自一个人讲了很多故事 听得快灵魂出窍的东海 一抓到机会就躲进厕所打给银鹤 劈头就问对方回不回家 并无奈表示原本自己还打算在宿舍休息三到四个小时 但他现在就想离开了 没想到东海一出厕所就被银鹤爸爸要求一起搬花盆 结果就不小心把花盆给打破了 爸爸拼命想解释试图甩锅给东海 让东海尴尬不已 幸好银鹤姐姐及时打住 不过这场景也让东海相当无奈 无力望向窗外 虽然东海莫名受了一天的苦 但是渡去的相处画面却为节目创下极高的收视率 甚至还登上周六综艺节目的冠军宝座 银鹤姐姐得知消息后 更兴奋发文并标记东海 分享得到收视一味的喜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